民建党党主席选举今天进行号次抽签 在五位参选人当中 前新军院长苏贞昌没有亲自出席 由党中央代抽 其他人全部都到场 而前主席许信良提出了三项政见 包括了选党主席就不选2016年总统 特赦陈水扁以及不介入派系运作 他还邀请其他参选人共同联署 但是只有苏焕智愿意签名 民建党主席参选人排排坐等待号次抽签 五位参选人中只有前新军院长苏仁昌缺席 由党中央代抽 抽中五号 按照登记顺序进行抽签 兼立为蔡同荣最后登记 却抽中千王一号 抽中二号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比出胜利手势 强调如果当选 将邀请前主席林毅雄重新入党 担任荣誉党主席 亲自出面邀请林毅雄 重回民进党 并且拼任他担任民进党的荣誉党主席 那么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找回有情有意的民进党 苏焕智认为 其他党内重要领导人 吕又苏县也很适合担任荣誉党主席 寻求世代合作 而抽中三号的前主席许新良 则提出选党主席就不选2016 特殊阿扁和不介入派系运作 三项共同政界邀请其他参选人共同联署 吴荣誉和蔡同龙两人当场婉拒 只有苏焕智加入联署行列 主要的目的是要团结民进党 要找出团结的契机以及方法 并不是为了卡某某人 或者是反某某人 没有什么其他要反对谁 完全没有这个用意 由于苏贞昌对这三项议题 还未明显表态 徐信良表示会找时间 拜会苏贞昌寻求支持 民进党主席选举 预计在五月二十七号党员投票节 在北中南各举行一场电视辩论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